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豆腐不要总是红烧着吃了,教你一个新做法 不用红烧不用水煮 出锅后香味肆意 拿来下酒下饭都非常不错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块新鲜的豆腐 然后把它放在案板上 先改刀切成厚一点的片 这个片尽量切得厚一点 因为豆腐比较嫩,特别容易碎 切片后再改刀切成长条 大概切成一公分左右的条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切成香饰瓶中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碗里面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一些老抽 然后再倒入没过豆腐的温水 给它浸泡十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豆腐中一部分的豆腥味 同时还可以入个底味 用勺子搅匀一下 把豆腐全部浸泡在水中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切一些配料 挤拌去皮的大蒜给它切成蒜粒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厚一点的片 然后再切成长条 最后把它切成姜粒 全部切好之后和蒜粒放在一起 再来准备一节大葱 先从中间铺开 然后再切成四份 最后再改刀切成长段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另一个小碗里面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些干辣椒 用剪刀剪成鞋段 如果有朋友吃不了太辣的 也可以不放 最后再加入一勺的花椒 接下来准备一块两块钱的猪瘦肉 先把它切成薄片 我们可以把买回来的瘦肉 放冰箱里面冻一下再来切 这样就比较好切一点 然后再改刀切成细条 然后再切成肉粒 最后再剁成肉末 先这样切一遍之后再来剁 可以节省剁肉末的时间 尽量不要用绞肉筋来绞肉馅 手工剁出来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全部剁好之后 先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先来调个料汁 小碗中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提鲜 一勺食盐 半勺白糖 一小勺胡椒粉 最后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再倒入小半碗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 把调料搅拌至融化 我们提前来调个碗汁 可以节省烹饪的时间 搅拌均匀后先放一边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豆腐也浸泡好了 把它倒进漏筐里面控干水分 把锅烧热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把豆腐倒进来 豆腐倒进来以后先不要着急翻动 把它整理平整 让每块豆腐都能接触到锅面 豆腐煎至一面定型之后 我们就可以转动一下锅 让其受热均匀 一面煎至定型后 我们再给它翻个面煎另一面 全程开中或慢煎 豆腐经过这样煎以后 吃起来更香 一直把豆腐煎至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盛出来了 先装入盘中备用 锅中留少许底油 把肉末倒进来炒香 用铲子将肉末快速地炒散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你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 肉末炒香后把姜蒜倒进来 干辣椒和花椒也倒进来 继续翻炒 炒出食材的香味 炒香后把豆腐倒进来 用铲子轻轻地翻炒均匀 然后把葱段加进来 继续炒香 把大葱的香味炒出来 接着把我们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开大火快速地翻炒 把汤汁炒至粘稠 让每块豆腐都能均匀地裹上一层料汁 炒至锅中汤汁快没有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装入盘中 一道非常好吃的肉末豆腐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先向滑嫩又入味 而且做法非常简单 拿来下酒下饭都很不错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